第四季节 小亮还给我问他小舅的事 我说你小舅挺好的 他说他跟他小舅老是联系不上 我跟他说 别说你联系不上 我们都联系不上 你小舅最近生意忙 老出差 你就别惦记了 好好复习 准备考研究生 考成研究生呢 我和你妈心里就踏实了 咱俩心里是踏实了 咱俩也算熬出头了 你说在骂咱妈呢 这国强 怎么这么不叫人省心 你就放心吧 等这次回去 我一办了内退 一到了新上班的地方 答应给我的那块地呢 我不输两年 就能建一个小别墅 把咱爸咱妈接过来 咱们照顾他 让他们享享清福 到了这个节假日休息日 把兄弟姐妹们都聚在一块 那儿宽敞 当时在家就好了 你说这些 我就想咱妈 也不知道咱妈最近怎么样 你来早上就没回回家吧 没有 那这样吧 我替你再倒了手两天 你也该回家看看 都已经多了 不要 家里也没什么事 咱这笔海生出了再说吧 看出来了 等今年的海生就这么闲 明年就好 不用像今年这么辛苦 等咱们闲下来的时候 该钓鱼钓鱼 该下岛回家就回家 你这个大帅哥 也该找个媳妇了 小赵 这回 我这是要成了 我得好好感谢你 你知道 这么长时间 你没跟我周遵要我一分钱 我离我江不是不讲义气的人 我心里都记着了 我在岛上好好挤 等积累高了自进 咱俩好好开个公司 我大力干 我看你行 咱俩建筑一年多了 我觉得呢 你是一个敢跟自己较劲的人 就从这一点 干什么都能成 给你带两件衣服 你也该换换了 别一年到我总算这事 好 我到岛上一年多了 也没上过我 有什么新鲜事吗 那看吧 我先出去看看下来的 来 看有什么好吃的 好 开心 去 去 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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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官长 你留了封信一走了之 把咱们幸福温暖的 浩大一个家门弄乱了 作为人不能这么做 他不仅违背常理人情 更让亲情蒙受了 四心烈肺的痛楚 作为男人 你身上有很多优点 是我是做哥哥的 渴望不可及的 你有胆量 你敢作敢为 但你这次的行为 是悲逆亲情 忘恩负义 伤害了亲人们的心 咱们从小到大 咱爸咱妈总是教育咱们 做人要真诚 要老实 做事要堂堂正正 可你将公司的钱 将二姐夫的钱 肆意拿走 让父母和哥姐们 大失所望 痛苦难当 让二姐和二姐夫 蒙受巨大损失 更让我们好大一个家 祸起小奖 危机四福 郭强 给你留了那么多言 写了这么多信 我还是要劝你 你怎么能忍心 让咱妈天天 为你提心吊胆 叹息难过 你怎么能忍心 让咱爸因你 颜面无光 民生扫地 每天看那一家人 渴望得到你消息的 期盼眼神 钱已经不重要了 亲情包容了一切 亲情大过天 给哥回个信吧 一大家子 两八八地盼着他 快点 等会儿 小参 走了 来 接着 滚茶 你先帮我看着点啊 夏雨继续把我收起来 你那干嘛呢 晒虾米啊 活得还挺仔细的 你还没结婚呢 结了婚你就知道了 把这些晒成虾肝拿回家 老婆孩子肯定特高兴 岛上的虾全是土捞的 又便宜又新鲜 咱们在家里吃的 那都是养殖的 听广子过去啊 好 你也买点晒血 拿回去啊 行行行 我帮你看着 我帮你看着啊 赶紧走吧 来 拿包 拿衣服 快点 好 麻烦了啊 的确不好 这主题不明确呀 我觉得是缺少一种力量 你看 我们是大机械厂 是吧 这就就你要突出那个 咱们就这工具 它这这这有力量 这个实在体验不出来 姚主席 我觉得这个还是有力量 哪呢 在哪 这是花车的这个中心部分 这我就是为了突出 咱们厂的这个全头产品 然后后子我会坠上厂里的 这个系列的设备 然后到时候我会让它转起来 只要一转起来 这么一动 这个力量感就出来了 这就出来了啊 这两位 两个 这两个东西放一块 这好看吗 我看着你像扫码 有个清扫车呢 我看像倒垃圾那车 这个这个 哎呀 其他这个啊 它现在只是一个平面设计 是一个平面图 到时候那个立体的模型出来 我估计就不会这么看了 行 你别解释了 你赶紧抓紧时间啊 好好想想再琢磨琢磨 再设计出两套方案来 好不好啊 时间不等人 他也有 我这出路不出来 我这没感觉 不行 我这 你不过 你看看 哎 高主席 高主席 快送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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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п discuss 全家人何必小题大做 我挺好 干正事 如我离开时信上所言 全家放心 姐夫妮 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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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一句 怎么就这一句啊 他这说的也不是人话呀 什么叫小题大做呀 什么叫全家放心呢 你给他回家话 你问他 他到底在哪了 他拿钱干什么去了 就才回来呀 我刚才一看到啊 就给他回信了 然后赶快就过来告诉您了吗不是 妈 您别着急 这上子都说得很明白了吧 我没听明白 他到底在哪啊 我一条一条给您解释 你看啊 给全家人何必小题大做 就说什么呢 就说他把那二姐夫的钱拿走啊 不是说他要落井下石 就让他走出信上说的 他那是跟二姐夫借钱 是借的钱 有那么借的吗 拿钱跑了 还借 这主要还在这儿啊 你看 就是 我挺好 好 可不是他好吗 拿人好几十万走了 可不是他好吗 他 这挺好的 说明他活得安安全全的嘛 你看 尔姐这还说了 他是干正事 正事 钱跑了 还是正事 那总比 总比他拿的钱 干的斜的歪的 违法犯罪的事强啊 最最主要的 是这句 你看 全家放心 好几 我能放心吗 从他走了以后 你说我这心 正面悬着 三家人 你说一个个 你不都为他悬着这心呢 大哥都好 放心 我不放心 那国强的信 虽然短了点 就这一句话 但他有一封 就有两封 最关键的 不是有他消息了吧 你就放心吧 你要不要跟我爸说一声 对 对 对 你爸的场子 如果说话是 留电话了 我去给你找小本去啊 李师傅 李师傅 你这样来电话了 好 谢谢啊 喂 好 我令啊 什么 国强来信了 这么说的 还有呢 就这些 好 玩 diferente 我快不行 File 事 个人 慢点啊 这样行了吧 行 行了 你说你呀 当老了老了惹碎瘦了 你说 我说不让你上班吧 你说你偏上班 你说 少说就没用的 这酱皮气一辈子也开会 国内怎么还能来 孩子长天忙 你上了我也没告诉他 今天晚上 这有事来照顾你 小样的 看你呀 你沉默糊涂了 这不是给你打捆去了吗 爸 来 擦吧擦吧 不用 你带纸和笔了没有 带了 怎么了 给立国强写封信 爸 你说国强来信 多高兴的事啊 国强不会撒谎 说的肯定都是真的 是吧 是 真的 不是他的钱他给拿走了 这才是真的 别擦了 快去拿几个纸和笔 爸 你说我也 你说我就把信写了 我也不会使电脑 还是等我哥来了 我说你写 写完了给你哥送去 爸 你看你 让你写你就写 写写写写 快快快 不结果 你消停 你藏了 听听没听听 要不然这个就该疼了 我就是脚趾都掉了 也比不上他戳我的心疼 我喝了 准备好了 这都一年多了 你哥给你写了那么多信 你就回了这么一句话 我问你 你现在在哪儿 你拿的钱干什么了 慢着点儿 我也不是宿记员 我给你写 写到哪儿了 那么多信 你就回了一句话 我问你 我问你 你现在在哪儿 在哪儿 你拿这些钱干什么了 干什么了 在你心里还有没有王法 你知不知道什么叫廉耻 什么叫犯罪 爸 你这太严重了 你这怎么犯罪了呢还 严重什么 他干的比他还严重 好 你消消气 脸廉耻的脸怎么写啊 一个例 好 知道了 知道了 喂 我说的话 你要一字不落的都写上 一字不落都写上 我不是 我是跟你说的 我知道了 我告诉你 你马上给我回来 当着爹妈 和兄弟姐妹的面 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说清楚 写了没有 写了呢 天几天没你这么做人呢 你把公司的钱 把你二姐夫的钱 就这么拿走了 你知道你伤害了多少人哪 你害得全家都鸡犬不宁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对不对 是咱把它拿一下 你反正就把所有开销全网了以后 咱们俩 当年底就是一百多万 一百多万 这不值得庆祝吗 对 那什么小伙 还要一瓶 领会精神到位 来 来 平均十分钟一瓶 速度往上上 小伙 来来 哥 我跟你讲 我跟你讲 要不值 赶紧快点 这 小伙 帮我 拿快 孙伴给我拿着餐巾汁 快点 小伙子 这怎么回事 这怎么回事 餐巾汁你怎么改上手指了 这 这就是餐巾汁 还一一一一瓶一瓶药 这我 我跟伺候大爷子的 这这这就是餐巾汁 那什么意思 你这餐巾汁 那我们就可以这么用吗 用我们 我我我说你你 我还都不单单单单单 我说你是不是 这这找找找事 我们这叫找事 都得往 你什么意思 不 什么往 你好好说 什么意思 你干什么你 老高老老太 要有 허�?! 爸 civilian 来 EA... 这几天我可想死你了 你就得得出去 这两天就想家了 你说我在家 爸爸那肉也剁了 菜也洗了 结果你们跑到这儿来 是不是着急靠我爸妈 挡挡昆明 本来想玩儿两天吧 一天说我爸这脚伤了 哪儿都会心里 我没去 他立马让买票就回来了 你看见了吧 我不让他干 他偏不听 你爸是不壮能天不回头 行了 别唠叨几位 进来妈妈 妈 你看 我给你戴什么 这么一大颗四季梅啊 这种花在云南是满山遍野都是 这秀龙却让我给你带另一颗 妈就喜欢这四季花 你说咱家那颗呀 老也讲不大 老太 国强买信了 我知道了 知道了 他没事就 我们俩要嘀咕什么呢 哎呀 还能嘀咕什么呀 你看他给我买身四季梅 真是下心子你 刚才还跟我爸说呢 你们俩没去呀 太可惜了 南方的地方和咱这就是不一样 风景太好了 妈 你要是去了 心里立马就敞了 等我爸嘴好了 咱们有机会去 那倒不是风景好啊 那是你看着我的大外孙子心敞烈了 行了 有话回家聊天啊 你抓紧时间收拾收拾 王财去给我办出院手续 诶 这 这书院几天了你这是 你这有大夫有药的 那出去说了事怎么办 能有什么事啊 不就是骨裂和有点皮外伤吗 哪都能养好 早回家早踏实 不行 咱也别养好了 请我的 请我妈的吧 快去 去办出院手续 去呀 去呀 来 妈 你慢点啊 来 爸 你慢点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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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背我 来 来 年轻时候 你爸背你把街跑 现在街道过来了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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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点啊 慢点 爸 慢点 爸 来 爸 爸 嘴没事吧 没事 没事 哎呀 爸呀 从现在开始啊 你今天别瞎就乱走啊 这伤心弄鼓一百天 有什么事儿你招呼一声儿我们都在 没事儿哪儿那么娇贵 爸你说你要和我妈跟我们去云南 不就没这事儿了吗 哎呀 不疼吧 好 没事儿 哎呀 行了 爸 你也别上这个班了 在家休息吧 哎呀 掀不住 这是云南小吃 啊 这个是给我爸带的那个云南的竹筒酒 哎呀 这你爸可得乐坏了 这件 我这件拉染的衣服是给你的 啊 看多漂亮 我能穿出去吧 能穿 有 我记着你年轻的时候啊就有这么一件衣服 你忘了你一带着我们去姥姥家就穿那件衣服 可漂亮了 还记着衣服 还有好多司机 每人一份 啊 秀华的那份 不来我和冒财给他送过去 行 行 还会大姑娘想这粥子 这是 这好看吧 好看 这给秀卷 他喜欢这花的胡哨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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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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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天专门过来找你谈谈 是公了还是私了 私了拿两千块钱给我服务员 多少钱 两千 哎呀 这嗓子够大了 还两千 瞧出杠子 你也不问问你那服务员 啊 问问他 嘴欠不欠 我告诉你 别说两千块钱 两毛都没有 他把我这抓成这样应该给我多少钱 你先动的手吧 咱是讲理的 给是不给 不可能 你是不向私了 什么顾料私了的呀 我告诉你 蹦字没有 这是你说的 对 那我对你就不客气了 你跟那小样 你还能怎么的就不客气 你能怎么的 上我这儿找便宜来 没门 把咱走着瞧 哎 拜 小样 爸爸 哎呀 爸爸你干什么呢 乖啊 先坐啊 你怎么把窗开的呀 舔的味什么味啊 哎呀 这家人还是厂啊 你千万别再跟我说你家里那些事啊 现在是关键时刻 这花车可是意义重大 爸 跟你说什么事 什么事待会再说啊 星星 怎么能孩子的事待会再说呢 孩子事重要 琴琴赶紧说 爸 我大爷要突然给我搬到盛伯林上学 盛伯林 哎呀那贵族学校啊 不是咱也普通家孩子去那干什么去啊 那怎么了 不是有句话说的好吗 别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吗 喂 你别做了这图纸 我没救 我这不收起来了吗 只有这孩子基础打好了呀 以后上大学才能少花钱 我姐和我妹的孩子都在那学校呢 别什么事都跟你姐你妹的比 他们不就有俩钱吗 除了钱他们还懂什么呀 人家不懂就你懂 冲人思想 耽误孩子 不是 你这咱又不是贵族 啊 你普普通通人家 你这这这这冲的干嘛呀 不是再说了 那孩子在哪他不是学呀 他只要学好就行了呗 咱比真才实学 爸 你先别跟我妈争 那个学校就学质量高 环境好 全是优秀老师和外籍老师 那普通学校老师就不优秀了 人家去了好学校 当然成立就好 谁说的 那我给你算一下啊 你说这 每年你考上这清华北大的 那有多少孩子 那家里条件不如咱们呢 有多少农村孩子 人不一样考上大学了 人家怎么考的啊 爸 爸什么呀爸 这大人说话你别插嘴 耗子康枪窝里横 我这不教育孩子呢 欣欣 你就比方说我吧 那你爷爷奶奶也没什么文化 学习上也帮不上我 那我还不是通过自己的刻苦努力 我现在又能写的能画的 那在这大企业那工会 那我也算是一直比了 是不是 所以说啊 这个关键啊 看你是不是努力 是不是有真才实学 对不对 咱主要努力学习就行 咱别赶那时髦装什么贵族 赶紧看书 没事 这事我还挺为难 这上面要是知道了 我也不好交代啊 咱们时常啊 针对工作人员的管理制度 你又不是不清楚 这经理啊 这个 咱们你不饶碗子啊 我就跟你 我跟你讲 这事哥你 你得揍他 哎 嘴太欠 抛开打人这件事不说 你工作时间喝酒 咱们管理制度上 解除工作人员 可是有这条 不是 要开除啊 我真的没办法 制度上有啊 不是 那个经理 真怎么能这样 不能这样 当初我来的时候 那是我二姐接受我来的 我跟李主任打了电话 想通用一下这事 是李主任要求我按规定处理 你去结算一下公司吧 好吧 那不会 那不会 二姐 你谁啊你 你一进来你叫我二姐 你谁啊你 真是 我 我 我就没整容 风采应该说是 还算是依旧 这 二姐 倒是好看啊 这怎么 我是你三妹夫 王永顺啊 我连三妹都没有 我哪来的三妹夫啊 赶紧出去吧 别跟这干扰我工作了 二姐 人家说的脸就翻脸 工作狂跟我一样 这是政府的办公场所 你怎么说做就做了 你谁啊你赶紧出去吧 二姐 是这样啊 不你出不出去啊 我工作呢 别干扰我工作行不行 不出去是吧 宝安 宝安 宝安叫 哎呀多费点 老谷 你讲点道德好不好啊 这客户是我公司的 你现在不能生想投毒啊 你难 你现在还有我难吗 啊 哎算了算了不说了不说了 我就跟你说一句话 老谷 做人不能这么不厚道 什么东西 谁啊 好 明杰 大姐 明杰 再讲啊 你们坐吧 秀华 大姐来了 好 哎 快坐 你们这么晚来有事啊 来看看你们 哦 我和你大姐夫啊 刚从云南开小亮回来 好 快坐 哎呦 日子过得不错嘛 还出去旅游了 这不是给你们从云南带回来的小吃 哎呦 不用不用 这么大老远的带回来的 送你亲戚朋友去呗 咱家每个兄弟姐妹都有一份 我还有兄弟姐妹啊 秀华 看你说的什么话呀 不是大姐说你啊 我和你姐夫去云南就这么几天 就甭提多想咱妈了 你说你都这么长时间没回家了 你就不想啊 哎呀 咱们做小辈儿的 甭管是错还是没错 回家给咱妈认个错 不就过去了吗 我错哪儿了 我啊 哎 不你告诉我我错哪儿了 你说 你跟我说明白了 秀华 你先别说话 你让他说我错哪儿了 你跟我说说 我那意思你就 心疼心疼咱爸咱妈 不你今天干嘛来的你 你专门来气我的是不是 我没心疼咱妈咱妈呀 那不是我亲爹亲妈呀 我没心疼过他们吗 哎 谁心疼我了 你告诉我谁心疼我了 我没心疼 我就是连那混蛋李国强 我没心疼过他呀 结果怎么着啊 白心疼了 整个一白眼狼 秀华 你 你 你就别叫这个汁了 你说你这 不是自己气自己吗 你怎么又哭开了你 你是专门来气我的 是不是 你这又哭什么呀 你哭 行了行了啊 你们俩赶紧回去吧 这大老远的回来了 早点回去休息吧 我就不送你了 秀华 秀华那这东西给你放着啊 送别人去吧 行了 别哭了啊 行行行 喂 哦 妈 这不刚送秀华家回来吗 你说这秀华现在怎么回事呢 简直就毛孔里的石头又臭又硬 妈 我是冒财 挺好的 我们刚回来 妈 你放心吧 没事没事 好好好 你说你跟咱妈说这个干什么呀 那你看那不跟妈说一声啊 你说她俩现在都变成什么样子呢 你跟咱妈一说咱妈又该跟上火了 不错 不错 不对啊 我这个义求你没表达出来 这张就是按你那想法设计的 不对不对 你没理解我的意图 我跟你说 我的意图啊 我那天不跟你说了吗 你回去吧 回去我让我装装 装装 你也装装 那个图纸 李师傅 李师傅 姚主席说了 他看你这个设计稿啊 觉得这设计来设计去的 也就第一稿还能凑合 所以你要是实在没什么想法的话 他说不行 就将这第一稿吧 郭利亚 咱俩关系没得说 你要说去年呢 给你们造花车 我们用了半个月的工夫 出人出了出力 可是在这姚主席这呢 就没落得好 还落得埋怨 就凭着姚主席 这该帮忙了 我也不帮 不是 你甭看姚主席 你看我行吗 郭利亚 别说了 等你当上主席 我一定来干 好 我去结果车间 他们主任死活不肯帮你忙 后来回去找姚主席 他说让我来找你 不得行吗 你看你那车间 能不能去帮忙吗 郭利亚 我们这是维修车间 看这花车还真不得手 这样吧 我要回头跟两个副部门上了一下 帮你钱也办法了 好 那 那 写信 喂 哥 不是 我这 这场里头 我这么忙着呢 你这左一个电话 右一个电话的 我跟你说 我现在有个活 我给你那个 你帮我写些主持词 好不好 我不跟你写了那么多词了吗 你改改用不就行了 别话 我跟你说 说真格的 你认真点 这个活呢 它挺严肃的 所以你得严肃的听 是人家家这个老母亲 不在了 人家就请我去主持 并念道词 人家说了 这道词如果我写的话 还能多加二百块钱 但是我 咱不是为了钱 我就想 人家现在全家都沉浸 在悲痛当中 你说不帮这个忙吧 你心不忍 你说帮吧 又写不出来 好了好了 我这是忙着呢 没时间听你说 那行 晚上回家 回家上妈 在那儿去说 行吗 我回不去 哥 喂 哥 收音 最后 快点 王苍毕 老爸 王苍毕 老爸 你在那儿叫唬什么呢 怎么说话呢 怎么说话呢 你爸这说话叫叫唬唬 那你在那儿说什么呢 从今天开始 爸改名了 人家让多念头念头 知道吗 男子啊 大丈夫 行不公平 做不改姓 你又不是地下党 改什么名 我跟你说 爸这个名啊 是保佑自己 知道吗 那你这名叫什么呀 王苍毕 怎么样 苍毕有力吧 我看没有王永顺好听 那这名怎么保佑你 这事不能主 不问 天机不可泄露 子不言奉 赶紫学姐 这 这请学习 王苍毕 擦墙毕 干起活来 贼拉毕 你 擦墙毕 老婆回来了 做饭了没有 坐着 马上 这都没吃呢 怎么就擦上了 不是 先水不来 先叠坝 先把卫生搞好嘛 师傅 两个砂锅 怎么还整两个砂锅呢 必须两砂锅 一个是木瓜 饱猪蹄 一个是 干贝 饱西红柿 你那脸 喝了一碎喝 不是 我还要什么脸呢 主要是给您 养颜的 哎 哎 哎 哥 哥 哎呀 哥 你说我这电话 给你打的 你这就是不接电话 你说妹就求你 这么点事 你拿什么架子啊你 哪有那么多啊 一共就十九个 未接电话 哎呀 我这 我不跟你说了 我这忙着呢 而且车间里 我也听不见 哥 我跟你说啊 人家那老太太 是今天一早去世的 人家后天就搞仪式了 你说你现在不给我写 你什么时候给我写 你得留时间 我还得背词呢 呦 月儿 这种事你也主持啊 不是 人家不是给钱吗 我不管啊 行 行 再说吧 再说吧 哎呀 你行啊 哥 你这都是吗 你这不就是啊 我明天下班 就再大家等你啊 你帮也帮 不帮也得帮 今天没有 哥 他不是 真是 你这样 尊敬的各位领导 这也不对 悲痛的各位来宾 悲痛的各位家属 你们悲痛吗 对啊 你们悲痛吗 废话能不悲痛吗 你吓死我了你 你怎么还透亏呢 什么叫透亏 我们怀着 无比激动的心情 向你献上一杯 洁白的哈拉水 我说进门 这墙里哪儿不对劲呢 有问题啊 王永帅 你问题大了 去了你 什么问题啊 什么问题 你过来 过来我看看 什么问题 这不对劲呢 哪儿不对劲呢 那什么情况 你这一捋我看出来了 接戏了 接战戏吧 让你演一汉奸是不是 对不对 又没正形 对了八搜的书 看肩头 真行 看着我改头换面了 改头换面 牛头马面 我想你 念你 盼你 身体有普遍 来 你先喝口水 你快上边去吧 你忙你的行吗 我办正事 我今天盼你一天了 终于把你给盼回来了 你别在这捣乱了 你现在等一会儿 咱用喜悦的心情 迎接这事儿啊 处在人生的石头入口 就这个时候 我就实在运转了 就在这个时候 我的电话响 剧组来电话了 什么剧组来电话 剧组的马老五 什么剧组 你别打岔 马老五给我来电话了 说钱马上就到位 从此我们就要大干一场 我有钱了